酒精 會不會破壞口罩裡抗菌層 抗菌的功效目前不得而知 我自己的小撇步 可能大家都忘了除濕機 我們現在比較建議說 民眾請不要直接把酒精噴在口罩裡 因為其實酒精確實有抗菌的效果 那也有醫生很自發的去實驗了 發現說當酒精噴上去停留在口罩上的時候 在酒精還沒揮發前會失去防水的效果 那但是酒精會不會破壞口罩裡抗菌層 抗菌的功效目前不得而知 所以我們是建議民眾 不要把酒精直接噴在口罩上回家 網路上其實就是關於延長口罩的壽命還蠻多的啦 有人說可能在把口罩拿去外面曬太陽啊 或是放在電鍋裡面蒸 想問一下那這些方法呢 那不管是放在電鍋蒸 還是我還聽過微波爐的 那基本上我們也都不建議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講 連酒精都有可能破壞抗菌層的一個效果 那其實口罩的重點就是說 當我們靠近內層的口罩如果潮濕的話 就必須更換它 所以你以這個地方去想的話 放在電鍋蒸是絕對不合理的 有人說就是把口罩拿去曬太陽 好像也可以達到殺菌的效果嗎 太陽確實紫外線很強齁 但是有時候當我們把口罩暴露在戶外照著紫外線的時候 其實應該有更多的粉層跟髒物沾附在我們的口罩上面 如果裡面就是內層沙布把它常常更換的話 也可以延長防火 確實是可以有幫助 那一般來說我們可以看到 口罩外面的這個防水層 這個是直接接觸病菌的地方 那內層顏色比較淺的部分的話 是接觸我們的口鼻的地方 那在這地方鋪上一層薄薄的紗布 比較讓呼吸不會那麼不通暢飲 它可以阻絕部分的唾沫 口罩不要這麼容易的被潮濕破壞掉 口罩裝在夾鏈袋裡面 就是可以阻絕一些細菌的滋生 其實口罩放在夾鏈袋裡面的話 它確實是可以阻絕一些細菌的滋生 沒有錯齁 但是你會發現當你的口罩如果在完全密封的時候 其實整個濕氣是還是包在裡面的 假設你希望阻絕病菌 又希望說可以盡量達到口罩乾燥的效果的話 不如你可以準備一個一般的信封袋 把它放進去 那因為信封的開口是開的嘛 所以它可以讓口罩裡面的水氣再散出來 信封可能甚至比夾鏈袋還好 可能比夾鏈袋會更好 有沒有一些什麼比較能夠延長口罩壽命的方法 好 我介紹我自己的小皮膚啦 可能大家都忘了除濕機這個好東西 其實除濕機可以去除空氣包含物品上面的水分 你可以把你還堪用還可以使用的口罩 放在除濕機旁邊 那你桌面可以墊一層衛生紙 然後把口罩呢接觸口鼻的放在衛生紙上 放在除濕機旁 其實口罩的水分自動就會完全散失了 口罩假如戴完了好幾天了 然後我們要把它拿去丟掉 有沒有一些比較正確的丟法 我們建議民眾 第一個不要用手去碰觸到口罩的外層 當你要拿下來的時候 可以直接從耳掛的地方拉下來 或者是從這個邊邊的地方把口罩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手一樣不要碰觸到外層的部分 然後直接從這個邊緣的地方 把外層的這個地方往內折 這樣就可以丟掉了 那假設手邊有不要的夾鏈帶 也可以放在夾鏈帶裡再做丟棄 這樣的更好 做一個呼籲就是說 其實在疫情的部分 我們不知道還會持續多久 請大家維持兩個大重點 就是說盡量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 那第二個呢 清洗手保護自己